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日本系列城市的讲解课程当中 我们今天要讲解日本最具重量级的一个城市 哪呢?京都 那么绝对是最具重量级的城市,没有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日本的京都 有着日本非常漫长的历史文化古迹底蕴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走进京都 好,两点 第一点,我们要介绍一下京都的历史与现状 以及我们会介绍一些它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 还有一些旅游方面的小攻略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京都在哪个地方呢? 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中间的部分 那么它的左边是兵库县神户 那么它的下边是奈良 那么它的右边是资赫县 然后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中间 那么是四周环绕的一个城市叫做京都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京都的概况 日本西部京都府的南部 是一座内陆的城市 坐落在京都盆地的北半部和单波高原的东部山区 是日本人口第八多的城市 那么京都市还和京都府南部 资赫县西部以及大阪府的部分地区 共同组成了京都都市圈 你看这也是一圈我们之前讲过了东京圈 对吧 那么京都也有一圈东京圈 走人口256万 京都市也是京板神都会区的一部分 京板神 什么京板神人? 京都大阪神户简称京板神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公元794年的时候 这个叫环武天皇的人 迁都到了平安京 那么一直到公元1868年的时候 东京这个这个殿基为止 殿都为止 那么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 所以它作为日本首都的历史 是最漫长的 一共有一千多年 对吧 那么我们说奈良虽然是最具古老气息的一个首都 但是它作为首都也仅仅有那么个八二来年 八十多年 但是京都有着千年的古都 所以长达历史的这个积淀使得京都拥有相当丰富的历史遗迹 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镇 京都市的部分历史建筑在公元1994年以后 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财的名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京都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 然后其中又以传统产业和电子产业作为重要 好,这就是京都的一个概况 我们来看一下京都的这个依然来梳理它的这个历史 皇武天皇在和气青马旅 这个人的建议下 于公元794年将首都迁到了山城国的平安京 也就是现代的京都市 那么以前我们说平安京,平安时代 什么叫平安时代 京都知道吧 古代叫平安京 至此开辟了这个平安时代 也开始了京都作为日本首都的历史 平安京的选址 参考了风水的思想 所以当时和气青马旅这些人 他穿弄天皇 咱这个得换首都 为什么 很简单 咱现在这地儿风水不好 我给你找一风水好的地儿 咱这个得换一换 古代大家都知道 科技不那么发达 忽悠 对吧 一忽悠 对,天皇一庭 是啊 咱得弄一个风水好的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所谓的参考的风水的思想 选择了一个风水好的地儿 就是京都这个地方 并且效仿中国唐代的京师长安 所以它是一座传统的释访制都市 天皇居住的大内里 位于平安京的正北 以朱雀大街为中心 城市分为右京和左京 那么右京又称为长安 左京又称为洛阳 所以你看 他当时多么的崇拜中国文化 他把他的首都 左京又京 他其实又给他叫城 又叫什么 又叫长安 又叫洛阳 完全仿照我们的中国的都市 对吧 我们那个讲历史的课程里面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我们历史的课程 里面我们说这个上洛 大家还记得上洛那一词吗 上洛 洛就是洛阳 上洛阳 对吧 古代那些当地的大明 有了实力以后都愿意上洛 上洛就是哪 就是上京都去参见天皇 来显示我的武功武力强大 然后得到天皇的赏赐 得到天皇的册封 然后以此去向别的大明去 邀五合六 这叫上洛 所以你看原来 这个曾经一度把我们中国的都城的名士 作为他的首都的一个代名词 好 那么于是呢 分成了左右两经 好 在平原二世之争的时候 最终原世胜利 然后呢 1992年的时候 原赖朝在连仓创建幕府 日本进入了连仓时代 京都仍然是最大的都市和天皇的居住地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在历史里面会讲 日本自古以来有两大家族势力 平氏和原氏 那么这两大家族势力 就是在上载朝廷下载各地 这个家族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那么最后斗争的胜利是谁 原氏胜利了 那么原赖朝胜利了以后 在1992年的时候 创建了连仓幕府 好 连仓幕府正式标志着 日本进入到了五人执政的阶段 就是武士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且开始主政国家的大权 那么虽然国家的大权 挪到了这个以连仓为中心的 这个连仓幕府的手里 但是京都依然是最大的都市 以及天皇的居住地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所以日本的历史非常好玩 就这帮大明 这帮武士成长壮大了以后 他不去说把天皇杀了 我当天皇 不 他依然保留着天皇 对于天皇的崇拜依然不断 但是实际上的实权 会在这帮武士和大明的手里面握着 好 那么在1338年的时候 进入到了视听时代 京都也再次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心 当时这个视听幕府 是吧 在京都这块 然后呢 在这一时期 京都的都市空间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后1467至1477之年 京都是应人直乱的主战场 市区几乎完全被毁 之后的京都在市民的努力下 开始逐渐的复兴 什么叫应人直乱 就是这个视听幕府后期 他开始掌控不了局面了 开始他的这个统治 内幼外患 各地纷纷结干而起 来反对这个视听幕府的统治 那么这个期间 我们就叫做应人直乱 那么这个应人直乱之后 视听幕府乱糟糟糟之后 就进入到了日本历史上 最精彩的历史阶段 就是战国时代 我们之后会讲德传家康了 但是统一日本 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下 那么1582年的时候 在京都爆发了本能寺之变 本能寺之变就是这个知天西藏的手下 叫明智光秀的 在本能寺把知天西藏给盖死了 那么盖死了以后 知天西藏的手下 封臣秀吉又率领军队 把这个明智光秀给弄死了 最后封臣秀吉继承了知天西藏的 这个将军的位置 然后呢 就是说几乎就快统一了日本 然后1868年的时候 日本的首都从京都迁移至东京 除了皇室 所以这个年份很重要 1868年的时候 他结束了作为首都的职能 然后呢 近代对吧 日本的首都正是从京都传到了东京 所以啊 以前有这样一些同学 我想不占少数 他东京京都他不分 东京京都最后等于东京都 是吧 当然日本也有东京都的叫法 对吧 我们说北京都东京都 对吧 所以啊 东京京都东京都 注意这仨完全是 你就弄乱了 你知道吧 京都是京都 东京是东京 两个城市 一个叫京都 一个是东京 那么京都是古代的 曾经的首都 而东京是现在的首都 知道吧 而东京都是 东京的往往一些官方的说法 叫东京都 对吧 知道吧 这这这这 千万别弄乱了啊 所以呢 1868年的时候 从京都迁到了东京 除了皇室 除了皇室以及公家之外的大量的商人 也从京都迁到了东京 东京啊 京都啊 京都啊 我都弄乱了 是吧 京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你看 这个 走了 这帮我们这块最有钱的一帮人走了 对吧 最有消费能力的 最有钱的 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一帮人 灯撤了 那怎么办 危机 巨大的危机 啊 然后京都市财政啊 采取了什么 大量的措施 试图去挽回危机的局面啊 其主要的措施就包括了实行学区制 干嘛 建大学 创建京都帝国大学 也就是后来京都大学 对吧 使京都成为了啊 西日本高等学校和研究中心的啊 就是创建京都什么什么医科大学 京都这个大学 那大学啊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个大学的周边的房价都很贵的啊 大学周边都是往往啊 非常黄金宝地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这个城市决策非常重 非常睿智啊 咱这个你你你大老板走了 对吧 你天皇走了 怎么办 咱盖一个全国最好的大学 咱盖一个世界级的大学 再把这些个啊 高人再给他吸过来啊 于是围绕大学啊 整体这个这个城市的精神面貌 换人一些 对吧 所以呢啊 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 京都大学是在日本仅次于东京大学的 No.2 是吧 第二位啊 好 那么在1964年的10月啊 东海道新干线开始通车 好 1964年这个年份 如果啊 大家听过我们的东京那堂课 你知道这个年份非常的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年份是 没错 日本举办奥运会 那么随着奥运会 新干线迎迎迎人生啊 我们之前在讲东京的时候讲过啊 最具代表性的 没有之一啊 没有之一啊 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都市和文化都市 所以我之前在讲白海道的时候也提过 日本旅游 必去的就是一南一北 北边欣赏它的自然景观 去白海道 南边就是去 以京都为首的这些个历史名城 去寻找日本的历史文化古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京都的气候啊 它的气候呢 四季的气温及降雨量的变化都相当的显著 京都位于一个盆地上 所以呢 夏天炎热且超湿啊 我在这个夏天刚刚去过京都 我那个去 别没把我热死 对吧 太热了啊 所以夏天最好别去啊 什么时候去呢 冬天春天秋天 但是夏天 它那个热 它不是一般的热 它是闷热 闷热我也见过 北京 夏天也很闷热 但是这个京都受不了 是吧 然后呢 京都的春季开始于3月中旬 这一时期 樱花开放和秋季 并 并为 这个是京都观光游客最多的季节 春天赏樱花 秋天干什么 秋天赏红叶 京都的红叶 跟我们说北京香山红叶 那意思差不多 好 从6月中旬左右到7月底 京都进入到了闷热 超市的梅雨季节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最好要避开 好 这就是京都的一个气候 我们来继续走进京都的历史文化古迹 就太多了 注意我今天要讲的京都的历史文化古迹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多的话 我们今天这期时间简直讲不完 对吧 各种各样的古迹 所以我在日本京都 我大概是去了两次 第一次去是在十年前 那么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在大街上随便走 随便到大街上走 周围的街道两旁 就是各种各样的神社寺庙 神社寺庙 对吧 好 第一个你不得不去的是清水寺 清水寺位于京都的东部的 羽音山的山腰 始建于778年 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所以大家必去 对吧 曾经数次被大火烧毁并重建 后于1994年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清水寺 世界文化遗产 本堂前悬空的清水舞台 是日本国宝级的文物 四周绿树环报 春季时樱花栏曼 是京都赏樱花的名地之一 那么秋季的时候 红叶萨爽又是赏枫叶的良地 那么清水寺的茶叶 也是名为名列 京都之首 茶道 我们说茶道 日本人的一种 非常喜欢的一种 这个这个记忆 传统的记忆 在一起一会的茶道的这种 过程当中 日本人来感受四季和自然的变化 寻求其中的美 这种美叫什么 叫优玄的气质的美 好 那么这就是清水寺 这是我亲自拍摄的照片 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 它最著名的那个什么 玄空那个舞台 那么这就是它最著名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清水寺里面 有一个叫鱼音瀑布的 清拳一分为三 下面的清拳分成三六 分别代表的是 学有诚 恋爱有诚 和长寿祈愿 被视为具有神奇的力量 所以日本人总把神社里面 这个那弄得都很神 是吧 传说你任意引下一个许愿 就可以美梦成真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许一个愿 对吧 但是呢 你不能多喝 你说我喝 我可解渴了 你多喝会被认为是适得其反的 好 那么这个一分为二的这个鱼音瀑 在哪呢 请看 你可以忽视这个人物 是吧 十年前的我 在京都旅游的时候 就到过这个地方 三六 三六拳 对吧 你可以选择一个 你看他们有一个小铁勺 是要等人接着 然后喝 这个十年前 对吧 好 那么你看 排队呢 非常著名的 喝完以后 你就美梦成真 祝你们美梦成真 好 继续往下 来看一下地主神社 位于清水寺内 据说地主神社是干什么最灵呢 是祈求姻缘非常灵验的一个地方 祈求姻缘 不是姻缘 姻缘非常的灵验 那么这是地主神社 那么当然了 里面的重要的人物 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好 那么 这就是我 对吧 好 地主神社 这个当时标上的这几个女的 他这个都是我的朋友 不要乱想 我的朋友 好 那么这个地主神社 被誉为是姻缘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这里面 写的什么 エムスピの神 エムスピ什么 结缘 结缘之神 所以这个地主神社 就说两边 什么什么 前的手走一遍 然后怎么着 就是两个人就成了 是吧 你看 良缘起愿 你可以去祈祈愿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 走完了清水寺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在京都 非常著名的一个神社 叫做福建道合大社 那么我在准备 这期课程的时候 一开始 我把福建道合大社 给他遗忘了 结果我们的一个同事 去过日本 非常留恋于福建道合大社 你怎么能把最重要的 给他忘掉呢 我一看果然很重要 给他加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个地方 他建于八世纪 主要是祭祀 以羽家之御 魂大神为首的 诸位道合神 是道合神干嘛的呢 是农业与商业的神明 香客来祭拜 祈求的是 农作物的丰收 生意的兴隆 以及交通的安全 他是京都地区 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这就是福建道合大社 是吧 非常壮观的一个神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吧 确实很壮观 福建道合大社的入口处 助力者是风尘秀吉 以1589年赠送的 什么 大鸟居 鸟居就是神社前面 那个大门似的 那个叫鸟居 后面便是神社的主店 以及其他的建筑物 在神社里面还能看到 各式各样的狐狸的实像 为什么 因为狐狸 被视为神明道合的使者 所以我们之前在日本 我之前在我的课里面讲过 说这个狐狸在日本文化当中 它不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形象 狐狸在日本里面 是聪明与睿智的一种体现 你看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神的使者 狐狸 脸型的绘马 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好 那么这就是前面的这个大鸟居 是吧 风车秀吉所送送的 你看 表上这就是一个狐狸的一个雕像 而且在寺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狐狸的雕像 神的使者 而且它这个脸型 非常有特色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好 那么这个神社里面 还有著名的是什么呢 这里最著名的要属 神社主店后面密密麻麻的 这个什么 珠红色的千本鸟居 是京都最具代表性的静观之一 在电影《一级回忆录》里面 曾经出现过密密麻麻的鸟居 成百上千座的珠红色鸟居 构成了一条通往 道河山山顶的通道 期间还有几十尊狐狸石像 好 就是这样 整个这也就是一个 鸟居组成的这么一条长廊 所以你在这里面穿过去 绝对太壮观了 让你觉得不如到了神境一般 对吧 绝对是神仙境地的一般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如果你没机会去 买一个 这个这个 一级回忆录 仔细看看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神社 到处都是神社 是吧 八百神社 日本关系地区最知名 且历史最悠久的神社之一 春天可以赏银花 秋天可以赏红叶 这就是八百神社 是吧 它这个大门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都很著名 好 那么继续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底园 底园一般叫做底园街 是一个街区的名字 地域广阔 那么 它是 东至八百神社 南至建人寺 西至鸭川附近 北至新桥通 所以在联藏时代 这个底园街只是一个 底园社门前的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 前街 然后呢 后来呢 到江户时期 发展成为一条 非常非常繁华的一条街道 然后街道的两边 都是很多高档的日本料理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这条街道 那么两边都是这种古朴的这种建筑 时不时的边上都有一些穿着传统服饰的 日本的女的在那走来走去的 非常具有日本的古代的那个韵味 那个气息 那么一到晚上的时候 是吧 灯红酒绿两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个 日本料理店 还有一些娱乐的场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往下 下一个二条城 二条城 位于日本京都 是幕府将军 在京都的行员 幕府 我们曾经说过 日本进入到 是吧 这个武士 职权的阶段 那么最高的行政中心叫幕府 于是在京都 他的幕府 我们可以说在京都的半日处 对吧 就是这个二条城 建于哪呢 建于1603年是江户幕府的权力提供 这二条城内 名为最有名的什么呢 立明地板 这不是一个地板的名字 是吧 立明地板的走廊 人走在上面会发出黄英提叫般的响声 是幕府统治时期 为保全自身安全而设计的报警机关 我们在讲京都的时候 我们说京都皇宫前面的那个小碎石子 大家还见过吗 还记得吧 那个小碎石子就是踩上去以后 发出声音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古老而安全的 而质朴的一个报警设施 所以呢 在这个二条城里面 像这种 这个什么天皇居住啊 什么什么什么 武士大将军居住的地方 都要有一些个安保设施 那么古代没有什么 没有电磁感应啊 没有报警器 那么就用这些个 这些个古老的这些个设施啊 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 好 本湾玉殿和二之丸玉殿 为二条城的主要建筑 二之丸的建筑 很有特色 殿内墙和墙壁上和阁门上 画有狩猎派画家的名画 精美绝伦 每年梅花和菊花盛开的季节 是游览的好时机 好的 就里面 是吧 里面的这个壁画啊 非常的壮观 好 这就是二丸城啊 这二条城啊 二条城啊 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去游览啊 就是你看 很有气势 对吧 而且你看这个啊 外面祥和而安逸的这种草坪啊 非常具有日本的味道啊 好 继续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日本啊 京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叫做金阁寺 好 那么金阁寺呢 它的正式名称 其实它不叫金阁寺 它叫做陆院寺啊 因为建筑的外面呢 被包有这种金阁 所以又名金阁寺啊 所以一开始 它其实叫陆院寺啊 啊 那么这个金阁寺呢 是啊 在1397年的时候啊 足利家族第三代将军啊 足利一满 作为别墅而绣建的啊 这个足利一满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金阁寺 足利一满啊 足利将军是哪个人物啊 大家从小看过一修吧 对 一修和那个将军斗志队友的地方 就在这个金阁寺的这个边上啊 就在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这个足利一满 是为了啊 这个自己当作别墅而绣建的 除了知名的观光旅游景点之外 也被啊 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 并于1994年被联合国啊 指定为什么 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建筑 对吧 你看多少世界文化遗产 对吧 好几个了 对吧 好 那么啊 这就是金阁寺啊 陆院寺位于 又是金阁寺啊 就是金阁寺 位于京都市的北区 是一座林济宗相国寺 派的这个这个寺院啊 这个具体的这个 什么叫做啊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派别 大家如果搞建筑的是吧 你去研究一下啊 其名称源自啊 视听幕府时代 著名的幕府将军 足立啊 三代将军 足立一满之法名 所以这个陆院寺 这个陆院 就是足立一满的法名啊 那这特别好玩啊 好 这个也是日本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佛教传到了日本以后 在曾经一度 特别被皇室所追从啊 信佛教 皇室信佛教 所以呢啊 很多的天皇 他都给自己起个法名啊 法号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陆院就是这个 足立一满的法号啊 日本人你看曾经一度 他天皇姓正啊 然后呢 因为寺内啊 主要的核心建筑啊 在这个舍利殿的墙外 全以金箔装饰 因此得到了金格寺的这样一种历程啊 但现在我们都叫金格寺 对吧 好 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啊 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舍利殿 因为一个21岁的啊 一个见习僧人啊 这个见习僧人就是实习僧人 我们可以说实习僧人啊 你说多倒霉吧 对吧 然后呢 放火自焚而被烧毁了啊 连这里面供奉着很多著名的一些个 国宝级的文物 也被化为灰烬 那么日本有一著名的作家 三道游记夫啊 他写一小说 金格寺 或者是水上面 也写一个小说 叫做五番厅西五楼啊 就是都是以这个事情为背景 写的 我们以后啊 如果会有机会讲文学的时候 给大家再讲一讲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舍利殿呢 是1955年的时候 依据圆的这个圆貌 来重新修建啊 在1987年的时候啊 全店的外壁啊 这个这个金箔装饰成 全面的换新啊 这个1987年 全店外壁的金箔装饰 皆全面换新成为目前的样子啊 所以1987年以后 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啊 很可惜 对吧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保存好 保存好我们的历史古迹啊 好 那么这个图片呢 是2005年 2005年 2005年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 和我的同学啊 这几个都是日本人 能找到哪个是我吧 好眼力啊 这个是2005年的我 和我的几个同学到京都去游玩 然后呢 我们在金格寺的前面 和迎啊 我们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呢 手里面拿的就是门票啊 他的门票呢 弄的是跟一张那个符一样啊 跟一张符一样 里面还写着很多文字什么的 所以你可以 哎 拿回来收藏啊 好 这就是金格寺的前面啊 好 那么啊 这个是金格寺的 应该是后面啊 这个出来的时候 比方上这个墙啊 这个山 我觉得非常用的有那个韵味啊 然后让同学给我照了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啊 这个是我今年啊 又去金格寺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啊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 我的这个照片机的像素啊 变高了 对吧 好的啊 当然这不是重点啊 好 那么啊 非常的美好 对吧啊 边上游人如知啊 但是呢 你望着远处的金格寺啊 映衬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啊 给人以在喧闹当中的一丝宁静的啊 一丝氛围啊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啊 到了京都还要去哪呢 还要去这个地方叫做蓝山啊 蓝山 位于京都市区以西的啊 蓝山是自平安时代以来啊 就有许多啊 这个贵族的别庄的所在地 这个别庄我们就就就是别墅 对吧 山庄别墅 其名称啊 经常出现在历史故事啦 包括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啊 由于贵川河岸在每年的春季与秋季啊 都有大面积的野生樱花和风林可观赏 然后因此长期以来也是非常著名的旅游的热门的地方 那么啊 阎山的周围 它不是说就一个山啊 它的周围有很多好玩的地儿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在今年去的时候 在蓝山的这个附近去旅游 边上有很多的卖日本小特产的一些个店铺啦 你看是吧 这个里面都是里面卖日本小特产的啊 好 那这里面还有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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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寺是吧 也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古老的一个寺院啊 啊 这个边上是吧 很多观光的 还有这个车夫是吧 穿着日本的这种 哎 这个带个小小小斗笠是吧 穿个小斗笠带一个小帽 好 还有里面是吧 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古迹啊 然后呢 啊 都没有什么人 你可以去游览啊 不像我们中国 我到处都是人等人挤着 对吧 好 那么 刚才呢 我们说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神社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哎 给大家来一好玩呢 就是京都神社功能一栏表啊 你想求什么 你就去哪啊 好 那么 当然了 这个一栏表仅供你参考 这是我们民间 排出来了 如果你要想结粮园 去哪呢 地主神社 野宫神社 夏亚神社 贵船神社 所以你看有很多 我们都没讲 讲不过来 我的天 太多了啊 各种文化古迹啊 你要想告别烂讨话 哎 有同学说哎呀 我天天啊 好烦呢 怎么办啊 去安景金比宫 哎 这可以啊 求美貌 哎 我要长得漂亮一点 我想变得很帅 是吧 当然你应该去韩国啊 当然你要非得去日本 那就去神社吧啊 和和审社啊 预发审社 美玉审社啊 美玉前社 求美貌啊 好下一个 求金钱运 车者审社 求商业的反胜 你创业了 哎呀 我们家开店了 福建道河大社 刚才我们说的 对吧 哎 这个供奉稻田的 所以求什么 庄稼了 哎 你们家种地的啊 你们家家里有万物良田 去福建道河大社 正对啊 正管你们家啊 宋美大社啊 还有什么景天满宫啊 都可以去 你要是今年考大学了啊 或者你要去日本这个 哎 这个读这个这个读硕士了 怎么办呢 去北野天满宫 或者是车折神社 或者野宫神社 如果你要祈求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你可以去清水寺 雨云瀑布 去喝那水去 对吧 护王神社啊 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京都神社功能 一栏表啊 你一定要收好了啊 去旅游的时候 拿小单看着 一看 哎呦 他到这神社了啊 好的啊 这神社求什么 你别求错了 是吧 你别到人家啊 告别烂涛花 那你求姻缘 呵 那个扑面来了 结果对吧 好的啊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啊 继续往后看 说到京都 有很多传统的文化 有哪些传统的文化呢 首先啊 第一个不得不提的 就是它的西镇芝啊 是日本被封为 国宝级的传统工艺品 在制品界享有 广泛的盛誉 以多品种 少量生产的方式 被特色啊 从今一度是日本 皇室特供的 面料什么衣服的 供皇室的啊 所以就很著名 然后呢 因此出产于 日本京都的西镇地区 而得名啊 所以叫西镇芝 对吧 西镇地区啊 好 那么 这里面干哪的呢 你可以去参观 西镇芝这个这个这个 有个展览展览馆啊 去里面啊 里面有很多工人 你看现场就在做呢 啊 纯手工啊 然后呢 标上很多工艺品 你可以购买 都是made in Japan的 都是made in西镇芝的 对吧 然后买回来以后 带给你的朋友家人啊 都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啊 好 你看日本的这种传统的工艰啊 老婆婆在这儿 做呢 光光光的 那那那那纸布呢 对吧 那绝对是大师级的 这都是 是吧 好 那么 这是啊 西镇芝的一楼 有一个小舞台 那么这个舞台呢 每天的几个时段 会有和服展 那日本几个大美女 穿大和服 来了啊 放音乐 光光光光 跟走摩托台步似的 这个走完 那个走 那个走完 这个走 是吧 穿着非常各式各样的 日本的和服啊 都是西镇芝出产的和服 老婆来走 然后边上围一圈 游客啊 拍照是吧 哪都有中国的 韩国的 美国的 哪都有啊 好 这个就是啊 这个西镇芝 好 那么再给大家说 一点好玩的地儿啊 大家可能没去过的 京都动漫博物馆 你们去过吗 啊 这个里面全都是动漫啊 几乎日本七十年代以来的 很多动漫在这里面 你都能找到 那么这个动漫博物馆 就是一个 就是图书馆啊 就是图书馆 只不过那个书呢 就全都是动漫类的书啊 各种各样的动漫 好 这是我在参观这个馆的时候 发现的一本 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 好 毛泽东传 请看它的作者是谁 亮点在哪 亮点在这 它的作者是腾子不二雄 你懂的 写哆啦A梦那个对吧 腾子不二雄版的毛泽东传 啊 你看过吗 好 你要想看 可以去京都啊 漫画博物馆啊 免费金啊 哎 是不是免费 不是免费啊 要交一点门票啊 但是很便宜 里面呢 安静的各种各样 书架一层二层三层四层 然后各种区域啊 几十年代的各种各样的动漫都有啊 你可以静静的在那看啊 好 那么京都站也是你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啊 仍然是我是吧 当然呢 把它劈掉是吧 啊 京都站呢 里面也非常值得观赏啊 因为京都的外面 以这种文化古迹而著名 京都站的里面 以极尽科技元素和奢华而著名 所以你进京都站 不一定是为了坐车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店铺 店面啊 卖东西的地儿 你可以去逛啊 这就是京都站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京都的特产 首先第一个特产啊 经扇子啊 扇子啊 这个东西啊 扇子是日本风情文化的代表物啊 一般认为日本的扇子起源于京都啊 那么价位从几千日元到几万日元不等啊 因为扇子它是一个大师级的有的这些工艺品 对吧 这个大师级给你画一个扇面那就贵了啊 几万日元啊 几千日元到几万日元不等啊 所以呢啊 这个什么叫风情文化的代表物啊 这个你像扇子经常是在日本一些传统的啊 记忆里面啊 什么能剧啦 什么什么啊 这些个艺术啦 哎 哪个扇子 咱人捂来捂去的 对吧 所以呢 哎 它是很有档次的一个东西啊 你看咱们平时的一般的人物 你谁谁扇扇子 只有那些个文人雅士 人家弄扇子啊 捂到这个东西啊 净扇子是吧 非常漂亮啊 这个扇子我估计要是名家画的啊 那贵了去了啊 好 那么西镇芝刚才提到了 你可以去西镇芝不仅可以去参观它的和服 参观它的工艺品 还可以现场去买啊 这些都是可以卖的 对吧 当时它不让照相啊 我这偷而照 偷而照完以后就被老太太给抓了啊 都可以买来 对吧 小人偶啊 西镇芝出产的啊 那么 这大美女不能买啊 这不是卖的啊 卖的是她的身上的衣服啊 是可以卖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到日本的西镇芝啊 来一件和服啊 有卖的啊 也是几千日元到几万日元到几十万日元到几百万日元不等啊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纯正啊 真制品可以买啊 好 那么再有就是在京都 你一定要尝尝京都地区的抹茶制品 那么京都地区啊 日本茶盛行啊 各种抹茶粉 抹茶巧克力 抹茶的点心等都非常的著名啊 非常的火爆啊 所以你可以去尝一尝啊 或者可以带回来给你的同学啊 作为这个礼物啊 好 这就是抹茶啊 的这个小点心啊 那么这个就是抹茶的巧克力啊 非常的具有韵味 对吧 好 那么啊 这个在京都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雨质 这个雨质啊 就是宇宙的雨质就是质里的质啊 雨质这个地方是最生产抹茶制品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呢啊 这个京都这个地区啊 很多都是来自于雨质的这些个啊 巧克力制品抹茶制品什么的 好 那么再一个就是经烧啊 经烧就是京都的制造的这种瓷器啊 的统称叫做经烧又叫做清水烧 所以我们之前讲奈良的时候讲过了 凡是这个城市有底蕴的话 它往往它的这些个特产都是什么 陶瓷啊 烧啊 啊 再就什么 再就咸菜了 再就布匹了 哎 你看它有这么样一些个特产 证明这个城市有底蕴啊 因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它没有这种传统的记忆 只有古代的时候 人们才用这个烧 那个烧 布匹麻布什么的 对吧啊 咸菜也是一样 对吧 所以呢 经烧啊 你可以买来啊 非常之精美啊 这种小物件啊 非常精美啊 经烧 各种什么 啪啪罐罐什么的啊 都可以买来啊 好 总之呢 京都啊 是让你了解一个日本文化的过去啊 体位宁静而神秘的大和文化 所以呢 你要是想了解日本的过去的历史啊 曾经的一度的文化 然后体位真正的这种大和啊 大和文化的兴起 那么就一定要去京都 好 那么你们就可以去了啊 祝大家旅途愉快 好 我们的京都之行的讲解就到此结束啊 欢迎加上我的公众平台里面有很多关于日本文化的介绍啊 那么也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啊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好的 那么我们京都之行就告一段落 我们在下一个城市再见 摇登年的牧业 感谢观看